前不久,在一篇发表于《皇家天文学月刊》的文章中,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模型 他们把如今宇宙的年龄从138亿岁直接提高到了267亿岁,几乎翻了一倍 对于这个结果,有人觉得这是科学的新发现,属于见证历史了 也有人觉得它就和先前那个大爆炸没有发生过的观点一样,只是反大爆炸人士的哗众取宠罢了 那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篇文章呢? 自从微博望远镜投入使用以来,关于早期宇宙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新发现,就是早期的星系看起来意外的成熟 它们几乎和我们身边的这些宇宙晚期的星系一样明亮,同时也有着成熟的星系结构 按理来说,星系是通过大鱼吃小鱼的方式慢慢长大的 早期宇宙理应遍布着正处于合并中的不规则星系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那里的星系十分规则整齐 也有着光滑的盘面,和我们周围的星系没什么两样 总之就是,原本该是孩童模样的星系表现出了异常的成熟特征 类似的还有那个困扰科学界已久的问题,超大质量黑洞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同样是通过大鱼吃小鱼的方式,那早期宇宙中应该不会有如此巨大的雷星体 包括那些拥有着上百亿被太阳质量的星系中心黑洞 它们也不该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之中 毕竟对于合成一个如此巨大的黑洞来说 138亿年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此外,天文学家还发现,某些恒星竟然出奇的老 比如著名的马图萨拉星 当时研究人员计算出,它的年龄大约在145亿岁左右 比宇宙本身还要老,儿子比亲爹早出生,这里铁定有问题 虽然这颗恒星的岁数上下浮动有8亿年 可能仍在138亿岁的宇宙年龄范围内 但是以上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了一个地方 就是宇宙的年龄似乎出了问题 假如宇宙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年轻的话 那这些问题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 要想知道宇宙年龄对不对 首先要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根据各种观测数据 宇宙在膨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非纯理论的预言 假如我们能知道宇宙从开始到现在一共膨胀了多少倍 以及在这期间具体的膨胀速度 那么我们就能算出它一共花费的时间 也就是宇宙的年龄 宇宙的膨胀速度它主要反映在天体远离我们的速度上 也叫退行速度 天体比如说遥远的星系 它的退行速度与它到我们的距离成线性关系 距离我们越远的天体 它远离我们的速度就越快 这被称为哈勃勒梅特定律 也叫哈勃定律 我们如何知道天体远离我们的速度呢 这个可以从它发出的光的红移来判断 红移现象的存在 说明这些天体要么在远离我们 也就是多普勒红移 要么它周围存在强引力场 也就是引力红移 显然这两者都不可能 怎么可能四面八方所有的天体 都在逃离我们 我们是温神吗 那难道宇宙外围有一圈未知的强大引力场 把整个宇宙包裹着 这更是离谱 既然两种情况都不可能 那光的波长为什么会变长呢 为此 自威机曾提出过一种光子疲劳假说 就是路途太远了 光子跑着跑着没劲了 所以波长变长出现了红移 光子疲劳这种假说 因为无法解释宇宙微波背景的各项同性问题 后来人们觉得 还是从空间膨胀的角度来解释更合适 于是这种由宇宙膨胀导致的红移 被称为宇宙学红移 通过宇宙学红移的大小 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个天体距离我们有多远 距离越远 光要走的路程就越长 到达我们的时间就要越久 所以我们看到的景象其实是它很久之前发出时的样子 因此我们通过观察不同时期的天体就能了解宇宙在不同时期的演化情况 像背景辐射 它的红移值有1100 也就是大爆炸后大约38万年 这也是传统大爆炸模型中宇宙的起点 注意这里不是奇怪的起 是起跑的起 开始的意思 知道了宇宙学红移的极限 就相当于知道了宇宙膨胀了多少倍 接下来要找到每个时期具体的膨胀速度 要求空间膨胀速度 需要一个重要的参数 哈勃参数 这就牵扯到复杂的理论计算了 简而言之 根据FLRW度规 广义相对论等 可以推导出描述膨胀宇宙的弗里德曼方程 从而可以得到哈勃参数和物质密度的关系 宇宙中的物质主要是由重子物质 暗物质 电磁波等辐射 以及暗能量组成 除了神秘的暗能量 其他物质都会随着宇宙的膨胀而被稀释 所以它们的密度与红移息相关 有了物质密度 再经过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一顿换算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哈勃参数会如何随红移变化 这就相当于知道了宇宙在各个时期的膨胀速度 如今宇宙膨胀速度对应的哈勃参数就是哈勃常数 可以看出哈勃常数虽然叫常数 但在宇宙时间尺度来看 并不是完全不变的 它更多说的是 在宇宙各处的空间上是一样的 通过把弗里德曼方程进行适当变换 可以看到宇宙的年龄几乎就是哈勃常数的倒数 所以知道了哈勃常数也就知道了宇宙的年龄 这就是目前计算宇宙年龄的大致方法 为了解决星系的早熟问题 研究人员原本并没有直接拿宇宙年龄开刀 而是先引入了一个假设 假设基本的物理常数并不是常数 而是像哈勃常数那样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这看似逆天的假设 人家可不是拍脑袋随便说的 这个假设最早是由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预言了反物质存在的保罗·狄拉克提出的 所以也算是出身名门了 研究人员等于是拿狄拉克大佬来做背书 然后在之前的FLRW都规里加了一个因子 让引力常数等基本物理常数可以随时间变化 研究人员称该模型为斜变偶合常数模型 这个模型最大的好处是 根据它预测出的哈勃常数 我们的宇宙被拉长到了267亿年 这就解决了开篇提到的一系列时间不够的问题 但是这个模型也有缺点 就是我们看到的处于宇宙早期的星系 它们的个头应该非常大才对 不应该像观测到的那么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研究人员又引入了另一个假说 就是之前提到的光子疲劳假说 研究人员认为 疲劳的光子会导致图像发生畸变 使图像变得更小 更暗 也更模糊 这就和我们观测到的早期星系样貌对应上了 该模型被称为疲劳光子模型 虽然光子疲劳假说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但把它和先前的偶合常数模型结合起来后 这个新的模型就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了 现如今宇宙学遭遇的这种困境 要么是星系黑洞这些演化模型有问题 要么是宇宙演化模型本身存在问题 通常情况下 大部分人会把关注点放在前者 毕竟相较于给宇宙模型打补丁 给星系或黑洞模型打补丁 可行性高得多 或许现有的模型仅适用于中晚期宇宙 只需要再为星系或黑洞 找一个适用于早期宇宙的模型就好 不同于他们 这项研究着眼于后者 选择直接挑战宇宙学模型 这就是首先值得肯定的地方 它不局限于旧模型 而是能够跳出条条框框 从新的角度来思考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但是这项研究篇理论 属于为了迎合观测数据 而补丁套补丁得到的弱理论 虽然类似的弱理论有很多 但这种在已有理论中 引入常量可变和光子疲劳假设 本身风险会很高 目前该理论还很粗糙 比如它能否很好的拟合普朗克数据 并解释其他天体物理 或宇宙学的观测结果 都还有待观察 毕竟还是那句话 非同寻常的观点 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 好了 这里是令我说宇宙 通俗易懂聊宇宙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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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